自從推出第七期雅湖居別墅單位 反應非常熱烈 現在信眾要求加退全新精緻別墅單位 他樓高兩層三行兩大廳 獨立私家花園和車位 1687呎只售105萬多起 更有高層之型和多層T型給你選擇 快點來海悅酒店的展銷會 中原代理 給你師傅 一旦直線拿 這個很漂亮 去過你小事 全中 全中 過了 越左位 你好 在家 不要去街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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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打到誰 都要用慢鏡方才行 在家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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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生 不下班了 是呀 鞋帶衝了 全港百多萬人都裝了 創人不如自己裝 看有線電視 自己話了事 當你發現自己每天過同一日 你會不會好像他那樣發生 很厲害 瘋狂的日子不但令他轉死性 而偷不到的日子更令他偷了別人的心 四月雷霆晚片 後天情願 今晚九點半 國際台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跨国公司恢复投资中国的信心 纷纷在香港设立基地 请人的时候 很多都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要有中国背景的外国留学生 李宗盛 大学讲师 由于当时中国海商法还是处于初营阶段 于是政府派他出国取经 而他也考到瑞典奖学金 毕业那年他看到一间跨国律师行登广告 请人到香港工作 于是他决定留下太太和两个女儿在瑞典 脊身飞来香港闯天下 他现在是一间律师行的中国法律顾问 他的老板深深体会 李联军中国背景所带来的好处 拥有中国背景 不是这些大陆精英成功的唯一原因 他们过去来自艰苦的环境 养成他们黑苦勤奋的工作态度 李联军一个人应付整个中国市场 工作量多可想而知 他日做夜做全无怨言 其实对李联军来讲 他已经习惯积极拼搏 否则以大陆一向论姿排配的做法 根本不轮到派他代表工作单位出国留学 Alfred是香港人 在同一间律师行做建杂律师 他对李联军的专业知识 和工作态度非常佩服 因为中国方面那些东西都挺专门 而且不是说要有些比较专门的知识 所以有什么事不认识 我们都可以去问一下李联军 他整天都很帮忙 他是不是特别努力的 是呀 很努力的 我有时候见到他夜晚 就八点几九点都没走 就是有时候很晚了 他是最迟一个走 是呀 很多时候在的 所以要把打高尔夫的精神用到工作上去 Roman是另外一个例子 1988年 当时Roman在著名的上海复旦大学还未毕业 就急不及待 带着紧救过多月的生活费远赴美国 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到了美国第三日 他已经开始帮人打工赚学费 晚晚做到半夜两点才回家温书 四年后 Roman以全AO2成绩 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学位 并且加入华尔街一间著名证券公司工作 94年初 公司打算在香港设分公司 发展亚洲业务 外籍同事都因为香港政局不明朗 没有人愿意过来工作 只有Roman就认为机不可失 我不同嘛 我本身就是在中国出来的 所以我明白中国 所以我一定会怕九七的对不对 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我其实对香港本身都非常有信心 因为这些工资 我所谓的工资 工资 不单是那些路 那些都是自于那些软件工资 工资 例如 资料 和那些高质的业务人员 这些不是你说一天两夜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设置 那些软件工资 软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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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上海人的Roman 不单只看好香港 更加认定中国将来的发展潜力非同小可 所以一年前 他辞去美资证券公司职位 转移加入这间中资企业 负责搞上市 融资 和收购当项重要计划 一上任 就获得公司委义重任 Roman认为 除了和自己的背景有关之外 最终都是看实力 香港都是中国一部分 大家对中国的了解都会越来越深 所以这些用户 我觉得不是说永远都 会有这些优势 我们都不指望 就是靠这些优势 来和人们竞争 初初是这样的 不过下一半 都要看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professionalism 你自己的那些专业知识 最主要是靠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 这些优势 Roman这几位朋友 以前分别留学澳洲 法国和加拿大 目前都在不同的投资银行 新居要职 他们不约而同都认为 越近97 他们比香港人越有优势 因为我们是从小在国内受教育的 我们对国内的文化 对国内的这种习惯 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有一种 比海外的华人更有一个敏感 就是说我们对国内的情况 会更熟悉更了解 或者说我们跟国内的 跟国内的政府官员 跟国内的公司的老板去沟通 会更加的容易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精的人 就是说你光会喝酒 跟他们聊天是不行的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以为 你在国内的关系好 就可以做生意的话 我想最后还是不要吃吃晚饭了 好 大陆社会好过关系 Roman和他朋友 都好懂得建立人际关系 Roman长袖羡慕 人缘甚佳 来港短短三年 已经在高尔夫球场上 建立起生意上的关系网络 通过打高尔夫 就是一些新的朋友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 生意上的机会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种事 有很多idea 很多机会产生 所以我觉得 这是香港的一大特点 你都善于利用这个特点吗 不是利用这个特点 是失忍这个特点 来香港发展的大陆精英 有不少是岳府藏龙 成不乾是个土木工程师 但是他的学历 比公司内更高级的工程师更之深 他15岁 已经考入工程学著名的西安交通大学 完成碩士学位之后 再考到奖学金 攻派去加拿大著名的麦娇大学读博士 他虽然有几个国内外顶尖名校的学位 有长达十年浸任工程学方面的学术 和工作经验 无奈香港工程师学会 不承认他的国内大学资格 要他等几年才可以考牌 香港特别是在工程师协会 要考取它Membership 这是以大学的学历为主的 从目前为止香港是不承认大学 大陆取得的大学校 像天皇 我是西安教大比较教大 都是不错的学生 没必要就是有两个水平 对不对 制度限制住好像成卜贤这类人才 在香港发展 但是他并没有沮丧埋怨 反而认为要更加积极工作 等待机会 我没有觉得我才不愉快 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做好 每个人都想想爬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好多的事情都是慢慢来的 人总是要有耐心的好多事情 九七来临 可能就是这班恶苦藏龙的重要时机 每次用全身美脂栓 发发明显变得健康又有光泽 因为全身美脂栓 含头发天然角质蛋白多元素 每次洗头都不断从内至内滋润头发 令受发健康美丽 阳日活力光泽 含角质蛋白的美脂栓 用第一次 抬发经这么漂亮 每次用 效果都这么明显的 全身美脂栓 有时一句说话 会令人少了很多烟 一样时间尽下 等你十年 期望若未听见 等你实践 这一生成全天 若未用我的心持过一天 明明令我到日 DHFU YEN 不回我的電話,我會很擔心的 對不起,和記新幹線,城市聯繫新動力 永遠向前 永不停風 尋求你心 始終難當 援著你暫一時 爭取一分一秒 時間永遠向前 你我永不停步 時間浪,九七標 入房做工房了 知道了 爹地回來了 先洗澡吧 來了 無論在哪裏,心都掛著這裏 好味的遺跡才來 好味就是遺跡 咦,為什麼這麼軟綿綿? 還這麼白痴痴 AXE衣物油順劑 令洗完的衣服油順鬆軟 特有螢光結白劑,令衣物更添光彩 好味道 健身好柔軟 AXE衣物油順劑 衣物舒適 穿得得積 咪酸母白蘭士雞精 那你就吃虧了 喝了白蘭士雞精了嗎? 一早喝了 幫我充電,讀書也更聰明 帶了白蘭士沒有? 他聰晨得來又健康有益 媽媽,買了白蘭士沒有? 白蘭士雞精即時醒神,長遠補身 日立分體冷氣 溝冬、寧靜、省電又清新 加上其他電器給你的一流享受 當然是 Yeah 好爽 I love Hitachi 連續十三年全港銷量冠軍的日立冷氣 的確好爽 I believe members will welcome a new scheme to admit graduate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recruited directly from China 1994年 財政司發表預算案時指出 由於有學位程度 而又認識中國的人才短缺 因此決定實施輸入專才試驗計劃 名額一千個 輸入的專才必須是畢業於指定的 三十六間重點大學 而且具備有關的工作經驗 事實上 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 必定是跟大陸息息相關的 起用有大陸背景的專業人才是明智之舉 但是面對氣勢如紅的對手 香港人的就業機會會不會受到威脅呢 猛龍過光帶來的衝擊又會不會很大呢 Nian由北京來香港工作只有一年 他在清華大學畢業 在北京一間頗負盛名的貿易公司工作了八年 已經升到經理級 他參加專才計劃 只是抱著挑戰一下自己 對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適應能力 來到香港 他轉行加入這間側重語言技能的獵頭公司 接受培訓 一切從頭開始 以前是你被其他人服侍 現在你要去服侍其他人 如果我覺得一個人不能適應你周圍的環境 或者說你所選擇這個東西的話 最終就要被淘汰了 試者生存沒有辦法 識者生存 Nian深明這個道理 她知道自己英文水平不足 所以她不敢怠慢 一早為自己定下一連串進修計劃 首先她報讀英文課程 等英語掌握自如之後 就會繼續收讀其他有關商業管理的學科 本來請一個本地大學畢業生 比請一個專才省很多功夫 但是Nian的老闆就認為 僱用國內名校出身的職員 始終是物有所值 我認為在Lian的案子裡 她是值得每一銀子 我批評她 所有中文的業務 現在全部由她擔當 香港人的中文水準 不要說香港人 我公司裏面 那些人的中文是不行的 我們中國獵頭業務 我們那些research staff 某某大學畢業生 Yeah itself 是一個 就是人對她有信心一點 同在清華大學畢業的游木斌 也都參加專才計劃來香港工作 她是個機電工程師 她來香港的原因直接簡單 主要想出來就學一學吧 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因為年輕人都知道就行 新鮮的東西都希望試一下 看一看 不過對於工作 她絕對不是試試下 她的工作表現 深受老闆和同事的讚賞 她很厲害的 她做冷氣機電方面 尤其是冷氣空調 她做得很好 做回大陸工作 她是要寫中文的 她就當然是取勝了 國內的工程師 就很著重責任感 很規律性的做事 她做一些事情 她的目標 到什麼時候做 她一定要做到 香港工程師可能就慢一點 但會做完 大陸工作時間去搭舊 買了很多書籍 做了自己的工程師 債上會比較快些 她和她下班的時候 都會去看這些書籍 幫助自己去發展她的事業 香港畢業的人 多數可能喜歡去政府做 我們有很多做做的 現在都去政府那裏 但政府沒有那麼多位 沒有那麼多位 她就慢慢等 等到她進去的時候 她就走了 無論是曾經留學海外 還是直接由國內來香港 工作的大陸專才 本身已經是國內 十二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 他們充滿過日 更加勤奮向上 他們過去缺乏的就是機會 當他們來到遍地機會的香港 很快就表現出過人的才華 我覺得可能我們這班人 看文看的時候 就會比較全面一點 可以比較… 因為我們就是看文看的時候 能量多一點 就是能量多一點的東西 跟我們可以接觸到 那些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環境 有關係 香港呢 因為如果它是土生土種 它可能比較 一方向 比較這樣 因為畢竟 大家說九七九七 幾年前還不覺得什麼 現在已經到了 所以 以後的這個 而且大部分聲音 都跟中國有關係的 那麼如果說 更注意這方面的話呢 那麼就說 可能會 我們不光是自己競爭了 可能會更面臨 香港同事的更強烈的競爭 香港人接觸新的東西 渠道比較多 它會在那些方面 勝過大陸那些人 但真正在實際上的一些 能力上呢 因為它可能 在實際工作的面上 接觸它就會少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的話呢 到真正的你要想 在這個領域 有一個大的發展 或者有什麼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個局限性 因為你接觸這些東西 當大陸的人 他走到香港來 他也有機會 接觸更新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可以表現出 比香港人更大的優勢 對於眼前強勁的競爭對手 香港人覺得其逢敵手 還是招架罰力呢 始終香港來講 是一個國際都市 就算一個大陸人 來香港做事 要威脅到我們來講 我想都需要 大概四五年時間的訓練 才可以達到我們這個水平 威脅是在 不過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話 你要不要怕人威脅呢 不用怕的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所有律師都是威脅 那我覺得 根本在這個法律界 就是很 競爭性都很強 那你無論怎樣 你都要盡力去做 那我覺得 我不會特別說 中國來的律師 是一個特別的威脅 沒有 雖然他們可能是大陸 但在國內的大學畢業 其實就算是香港的大學水平 或者在某些地方 就是外國的大學水平 我覺得都不會說差 我覺得純粹是個人的實力 誰做得就誰有飯吃的 不怕的 小小擔心 但是香港人始終都比較勤力 勤力取勝 那個 即將勤補絕 始終都不會說 被大陸人會佔 拒絕的地方 香港一向能夠保持活力朝氣 傳達無數高質素人才匯集交流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 作為中國最領先出位的城市 還要面臨國內國外優質素人才 在不同領域的挑戰和競爭 香港人是不是已經裝備好 迎接更大的挑戰呢 還是繼續沉迷賭博、嘲諷 但求一次僥幸贏得大獎呢 是時候想想想 這個第幾號 我自己都沒想清楚 那個付出等微卜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比較滿意 因為現在最主要是能 怎樣最快的發展 那麼 微卜方面可以慢慢來 對工作的本身來講 那麼 我覺得每天都是有新的事情 那麼 每天都是有新的案子 特別是律師來講 每個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 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滿足感 假如說 香港永遠是走在世界的這個 整個的前列的話 那可能會 Stay at a little 當然 嘎諭啊 曾海有 他被世界淘汰 或者說慢慢地退後的話 人們都會去選擇一種更好的環境 近期科學家流行一種學說 原來人真的會生手 而人之所以衰老 就好像鐵被養花而生手 有了這個發言 醫學界研究長春不老藥 變得有跡可尋 而西方醫學界 極有可能在中藥 找到一條防止衰老的苗方 藍圖二千 下星期日晚7點30分 周日港產片 監獄不設防止張博影 之後是伊安特約時事追擊 和夜間新聞 鬧市中的困獸鬥 我想整棟大廈 已經被恐怖分子佔據了 人間地獄 只入一個出口 還有一條流亡之魚 我只要見到他的屍 三十二條人命 全操縱於拒手 我這隻貓 已經在抓到老鼠 這個遊戲我喜歡 終於是你爆炸了 快點走 我所有事都沒有計錯 就是計漏了你這隻貓 要死就一起死 星期一至五晚九點半 國際刑警一九九七 出家人 要亂離 逐世情慾 千萬不要入那間房 有線電視 每天超過八十場中西猛片 奇情 敬情 悲情 愛情 隨時令你流露真情 無情 有情 善作 善作 看有線電視 自己話了事 有線營生二送一 即時繳交兩個月月費 就可以免費看了一個月 生命 始於心臟跳動 維繫於每個呼吸 金瓦蘭藏肉 特有真心不變的Corsiflex彈弓心 好像心臟一樣 充滿生命力 八千個透氣孔 將氣息送到Corsiflex心臟地帶 令金瓦蘭 湧現無限生命力 金瓦蘭 有生命力的藏肉 吃早餐 兒子的早餐飲品 一定要能夠提供均衡營養 那當然選我鮮牛奶了 真是很均衡 雀巢牛奶公司鮮牛奶 營養至齊全、至均衡 天然純正 更特別新鮮 為兒子提供每日營養所需 聰明的小孩自然之選 自然無可取代 雀巢牛奶公司 威力空調 機體採用國際新潮小型 超博圓圓形外觀設計 新內機只是厚16.6厘米 緊湊美觀 裝備有當今先進的空氣淨化過濾器 使新內空氣更清新 採用進口名牌壓縮機 和直流風扇電機 有效保證空調快速制冷 降低噪音 領先科技 威力電器 給你看師傅 有一個直線 這個鮮牛奶 拒絡你曉事 陳忠 過了 月長位 你好 在家嗎? 不要去街 這個鮮牛奶公司 這個鮮牛奶公司 左邊 過鮮牛奶公司 陳先生 放工了? 是呀 鞋帶衝了 全港百多萬人都裝了 裝人不如自己裝 看有線電視 自己話了事 你在看的是 亞洲電視本港台